季老师到底这个盘是涨什么啊 涨你想不到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婉伦欢迎季老师 婉伦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哇现在是船票机票一张难求啊 而且化工股也涨势凌厉哦 今天大盘涨了很多 尤其是这个由护博神山带上来的 老师你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看到台积电大涨 然后大盘整个喷出 可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股票 它的涨势并没有这么的明显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会分享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化工股嘛 今天的涨势其实相对的比较整齐 另外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像是航空啊 还有货柜航运啊 面板这钢铁那这些股票 我们今天都来帮大家review一次 那首先啊 其实在昨天我们的line群组上面 我就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的行情要玩大风吹 大风吹 要走一个妖怪村的行情 什么叫妖怪村 就是一堆妖魔鬼怪 会长一些你没有看过 你想不到的股票 那你看哦 今天涨什么东西 涨永存 涨汉迅 涨元真 其实好啦 因为汉迅其实是大家听过的 可是你会发现今天涨停满的股票 很多你都没听过 或者是你会觉得 意想不到 然后觉得这些股票又没有什么 基本面怎么会涨成这个样子呢 但其实啊 这东西我们在昨天就告诉大家了 因为11月份的行情跟10月已经不一样了 整个结构已经在改变 那聪明钱会找出入 你之前那些涨这么多的股票 他一定会想要先获利了结卖出嘛 可是卖完的钱要去哪里 一定是要留下低基期的股票 然后上涨空间会比较大的股票 所以今天这些股票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是第一次看到 或者是看到它涨上去 但是你又不敢买 就是涨这些你想不到的股票 OK那我们呢 其实在前天的节目上面 我觉得我跟你讲说 要去留意一下钢铁跟航空股 对啊对啊 今天表现都非常伶俐呢 钢铁跟航空 哇而且是不是都有人还去再追这个航空股啊 航空股的部分今天表现是不错的 还能追吗 还能追吗 我们等一下后面讲 然后钢铁的部分今天比较弱一点 可是我们还是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的反弹行情是可以期待的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 航空股这个地方的表现会很好 大家要注意到像是2610的华航这档股票 它有83架飞机它的机队啦 那它的货机有21架 目前在涨的呢 就是在涨它的货运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的营收都没有创新高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财报开出来 他们的毛利率都创新高了 因为运价指数持续在往上走 那很多的货物啊是从海运转到空运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你就会看到股价一路的慢慢还涨上去 而且我们又看到了外资在这个地方进场买股票 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有望挑战前高啦 那长老航的部分的话 它的货机比较少 它的客机比较多一点 那其实大家在期待什么东西 期待啊明年开始解封 因为你要想想看哦 今年其实大家的那个运输量都很小 我是说在人的部分 大家飞不出国嘛 是啊 但是呢在明年疫苗的施打率啊 已经普及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最近疫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那有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 就是年中的时候到下半年那个时候 可能就会开始旅游重新开放 所以大家是在压住这个成长性 那变成是说长荣行跟华行 都有个别自己的题材 那法人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有进驻去做琢磨 所以我们认为啊 这段时间的股价 在如果它有拉回 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投资朋友其实可以留意 甚至去做布局的 那除了此之外 还有大家比较在意的 就是航运股啦 哦对啊 船票船票 航运股我们也讲很久嘛 那其实在29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盘前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非常有机会出现一波反弹 那我们看到其实航运股 真的在10月19号那一天 就开始一路走远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提醒投资朋友 看一下投影片上面的红色框框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那个平台区 以及上面又有 对那是压力区 因为上面套牢的人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昨天的股价碰到季线 然后就掉下来 但是今天又重新的涨上去 不过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跟着我们TG的讯息 去超低买金的投资朋友 或许可以在季线这个地方 先获利了结 卖出一部分的股票 因为在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出现震荡 而且你要持续往上攻高的话 你一定要先克服前面的套牢卖压 那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面板股 面板股今天的股价也是 是不是这个面板三秒 三秒要等大人啊 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地方 有等大人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上次的涨停板不一样 上一次开第二季财报的涨停板 就是一日行情 后来就往下滚了嘛 但是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个跳空 然后再来一路往上走 今天又再次跳空 连续两个跳空 表示这张股票的股价 其实相对比较强势 动能很强 非常的强 那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融资其实是一路在消退的 所以这个地方 筹码又开始集中起来 那我们也提醒投资朋友 其实这个时候 你要去看一下远期的报价 远期的面板报价 因为我们之前 在跟大家追踪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5月 就说9月的时候 面板报价会见顶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 我们应该要看一下 明年的面板报价 是不是已经落底了 如果真的出现落底转扬的话 那变成是它的股价 已经开始反映这样子的消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是跟投资朋友建议 你可以留意一下面板股 不是叫你要去硬追 因为一样上面的套牢卖压是蛮重的 不过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占上了年限 或许来回震荡整理 它没有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那反而这个地方 会是一个比较低档的买点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钢铁股 钢铁股是里面 唯一还没有出现反弹的股票 那我们看到前面的货柜行运 其实都已经反弹了 面板股也出现反弹 可是钢铁股你看怎么样 它应该是在底部起涨区 对 不错 我觉得你给投资朋友很大的希望 就是一个底部 它现在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底 那其实我们最近观察到 破底的状况已经慢慢的在减缓 几乎没有破底 就是来回的这样子震荡整理 所以我们认为 钢铁股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你看行运股都反弹了 面板股也反弹了 就它没弹 就要轮到它啦 它迟早要轮到的嘛 所以我们认为钢铁股很有可能会去接棒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 以反弹的观点来看这个股票 那我们就是以少量的资金先去试单 慢慢去做布局 那如果真的有反弹上来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群组里面看一下我们的观点 因为我们会提醒投资朋友 哪个地方可能已经到达了反弹的满足点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先获利了结 那其实这些的股票资讯观点 我们都会随时的放在我们的盘中的 Telegram上面 因为盘式变化真的太快 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追不上 那如果我们也建议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群组看看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盘式讯息的话 记得加入季老师的Line Air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